大会主席 将培养学校校委会会长 郑果林学长 公委会主席 许国中先生 安顺事业 江顺敬先生 江顺敬先生 安顺事业 安顺事业 江顺敬先生 江顺敬先生 来自 医保会合区中医员 崔慈恩 外彼 我们 小弟的政治秘书 吴嘉良 律师 培养学校副董事长 廖维县先生 培养学校 教教学会主席 林士德先生 校长王志祥 当然 劳苦功高的特别嘉宾 南亿塑胶 有限公司 代表李志明先生 在场所有的 家长老师 各位学生 家长嘉宾们 大家晚上好 好 今天 是培养 小学啊 坚持多年来 一年一度的 中秋晚会 这个是安顺巴尾 一年一度的大盛世 看到培养华小 我感到非常的熟悉 因为我几乎每一年 都来拜访培养华小 每一年都来关心 学校的这个进展 今天 当然也不会忘记 那么今天 在安顺是好事成双 因为小弟刚才来之前 也刚刚 既把这个安顺百年协讨 让他华丽转身 成为百年金卡以后 今天刚才也在安顺历史最悠久的码头 拥有一百三十年的码头 当年是非常的长旧不亢 非常的破坏 破损 可是今天晚上 等下大家晚会过后 可以到码头去参观 经过安顺火箭服务队 全体同仁群策群立的努力之下 今天的安顺码头 已经成为了安顺旅游乐的胜利军 也是游客将来来安顺 一定要来打卡的这个热点 欢迎大家过去参观 先打一下广告 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刚才董家教全体同仁 表扬学生 无论是课外活动 演讲 运动 学术方面 都在在的展现了 华校优秀的一面 华文教育 立根至今 两百零七年 很多小朋友不知道 其实办华校不简单 我们第一间华文小学 当然不是在安顺 是在槟城 1815年 槟城古福学校开始 到今天 华文学校开支善业 至今两百零七年 靠的就是全体华社 一庄一瓦 一分钱一分力 才能够成为大中华地区以外 文化传承最完整 民族教育最先进的国家 我们全国一千三百零一间华校 六十多间独中 三间华文明办大专院校 靠的都是华社 一步一脚印 所有爱护华文 爱护母语教育的先辈和家长 董家教们的付出 才有今天的这个局面 所以我们相信 创业艰难 首业更难 希望大家白痴干头 更进一步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 无论是董家教的表扬 其实真正的显示了华文教育 非常重要的五个字 也就是德 智 体 群 美 这五一并存 是华文教育的精髓 更加是我们大家 要坚持下去 但是要记得 任何学术成绩好的学生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道理 就是会做人 比会做事更加重要 而在这一方面 还有很重要的价值观 需要我们传承的就是 华教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除了德字体寻美 还有更重要的四个字 就是理 义 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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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理 义 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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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 所有安顺的学校都有小弟的脚毛 我去他所有安顺的华校我全部跑完了 每一间学校我都亲自去拜访 大米尔小学也一样 国民中学也一样 独中华中都一样 这四年来已经为安顺的各原流学校 带来了超过五百万令吉的这一个拨款 其中最多的就是12B华小签校的时候 当时西蒙执政我们带来了150万 当然培养华小也不少 2019年我来 当时校友会的会长还是我们的大会师姨 那时候果林还没有做主席 他驾到了十分装 沙百安南 沙百安南的媳妇是我们的校友会的会长 当时他打个电话要我们帮忙 二话不说讲到做到 第一次来我就带来了一百千给培养华小 三个月来听说是漏水什么 加粮跟我说我们也是二话不说 又带来了四千五百令吉 但是华人有一句话说 无三不成礼 所以这第三次继续的配合今天 这一个月到中秋分外明的中秋佳节 以及刚刚过去的国庆日 小弟在这一边以愉快的心情来宣布拨款五万令吉 作为培养华小维修图书馆的基金 所以总共三次拨款是十五万四千五百令吉 希望能够帮到学校 能够为大家尽一份免利 我相信只要有一个青年有为多元开明的政府 华校将会获得公正平等的对待 无需每一年干等拨款 而我们一路来的作风我有两个作风 就是讲到做到钱马上到 所以等下马上移交五十千的支票 明天我们的校长就可以去进过场 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里 祝大家中秋节是荷家团圆的好日子 疫情过后希望大家健健康安 平平安安 苏东坡有一首非常著名 迎送千古的诗叫水药歌头 它里面有一句话说 人有悲欢离合 愿有殷勤圆确 我用后面最后两句祝大家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长眷 祝大家中秋快乐 平安幸福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